HOW的角色源 那今天呢除了這個新的超絕以外呢 還伴隨了一個新的超絕EX 那他的名字呢就叫做霍金日 我們就來打打看吧 那我的隊伍還蠻豪華的啦 這點是有一點抱歉 而且還上了文章 主要還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打這關 我真的很怕很怕輸 所以呢我還是跟朋友界的角色 然後就來打了這樣子 好那首先你進關啊 一律一律都先把軟軟給解決掉 那軟軟沒有解決的話呢 你會被扣血量上線啦 盡量是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清怪的話 他們會放一個感知雷射 基本上感知雷射你撞到就受傷 那受一次傷 基本上就足夠秒這些小怪了 是不用太擔心的 好那說到這個感應雷射啊 順便再提醒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感應雷射啊 都是從小怪放出來的 而且他們是每一回合都會放的 如果你的守護獸啊 是帶帕克或者是QB的話要注意 如果你開下去然後全場延遲的話 再下一回合就不會有感應雷射喔 那這也意味著你沒有辦法受傷加攻 有時候是還蠻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守護獸的話其實我會建議你帶別的 我個人是比較推聖牛啦 來打小王的時候呢 可能會更方便一點 或者是用微微安啦 這樣子有時候你血量危險 然後位子又不好的時候 可以開微微安來補血 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當然有的人可能會說 那我的守護獸就只有練帕克 或者是練QB 這樣子是不是真的就完完全全不可以開呢 呃也不是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時機是可以開帕克的 就是王毅 那王毅有什麼幫助呢 比方說我想要用雷姆α秒王的話 那我輪到雷姆α的時候 王就當然要現行嘛 但是有時候啊可能你不太順利 怪清不完的時候 輪到雷姆α王就還會是隱形的狀態 這樣子你就打不到王 那這個時候呢 假如說你在雷姆α的前一動開帕克 那這樣子下一動輪到他的時候 這個王就會是現行的狀態 你就可以秒王了 那你說感應雷射沒有怎麼辦 喔沒關係 王關還會有粉塵可以讓你受傷 這樣子基本上我試下來 王一雷姆二階撞兩個粉塵 傷害就已經是足夠的了 所以呢 有沒有感應雷射就也不是什麼大事情 好大概要注意的事情就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這個血量是有一點太少了 所以我這邊要用一個超級小的角度 盡量把氣球丟給巴雲 好 那丟一個氣球給隊友 你就可以回三萬血 回蠻多的 你看我們也回了六萬 血量也回到了七萬二 這樣子就安全了 好那我們這邊三批巴雲 位置還不錯 我們就可以直接直刷王 我不確定能不能把王帶走啦 但他要弱點殺M 應該可以吧 OK就像這個樣子 王就帶走了 好第五關 那第五關基本上就跟前面講的差不多啦 一樣你就是先把CDE的軟軟解決掉 你就算沒有辦法一次清完 你也要先把CDE的解決掉 好那他們一樣嘛 會放這個感應雷射出來 那這邊感應雷射一樣齁 你撞一個感應雷射就足夠一起殺怪了 那這邊呢 痾... 這樣 好 好再這樣 OK 我們的血量有點危險齁 不過這邊不用擔心 因為雷姆阿法有操阻停雷射 操阻停雷射在這關算是 對於穩住血線來說呢 可以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你看我們現在血量剩8000多 如果我們沒有操阻停雷射的話 我們可能已經死了 所以雷姆阿法 或者是帶會比天啊 真的可以有效降低難度 好那這邊 就把這個小怪帶走 啊順帶一提 中間那個盾啊 右邊那個CD要注意 是會急死的喔 好第六關 那第六關一樣先把軟軟清掉 然後等一下會生粉塵出來 OK好 那我們就把四隻小怪給清掉 等一下呢 這個伊邪娜美旁邊會 對就像這樣子丟兩個粉塵出來 那粉塵的話呢 就...我覺得就直接撞好了 我們粉塵全撞 然後雷射也全撞 應該是可以一擊殺的 這樣子 你看雷姆有文章的話 是真的非常痛 OK 那前六關結束 我們就到王關了 這次的王呢 只有兩條血而已 好那進王關呢 一樣嘛 你要先把這個小怪給解決掉 好 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 你就要同時把這兩隻給帶走 然後王才會限時 但是我不知道我怎麼清的 結果居然沒有清完 好那就像我剛剛有講過的嘛 那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moment 你開帕克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因為我們下一動就要輪到 有二階的雷姆了 如果這一動再清不掉的話呢 那王也沒有辦法限時 所以我本來在這邊要開SS的 不過後來我也想到不可以開啦 好那這邊 開這個帕克 延遲 好就像 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小怪還是沒有清完喔 但是等一下王是會限時 好 那因為雷姆的SS是必打王嘛 所以呢 我們只要開SS 然後撞本城 然後也不用達到弱點 雷姆阿法的SS啊 跟原版是一樣的 他的職歐範圍其實都不大 所以我起初阿 這個覺得弱點應該是不太好打到 不過後來發現 呃沒有弱點好像本來就也能秒了 就無所謂 好來看一下吧 1億6千萬 然後打到多少 中間還有關鍵商一次 好劈下來 5萬4 啊5億4千啦 OK那這次的關卡就到這邊啦 我感覺還是有一點難度的齁 那喜歡這部影片呢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如果你有問題也是可以底下留言問齁 那我是劉 大家 掰掰 拜拜